一項由Bay Area News Group和Joyd Rancher Silicon Valley 共同進行的調查顯示 近一半灣區居民考慮搬離該地區 這份調查於今年8月進行 覆蓋灣區五個縣的1,773名成年人 調查結果表明 47%受訪者表示 計劃在未來幾年內搬離灣區 這個比例略低於去年的52% 而前年計劃搬離的居民比例為56% 至於搬離的原因 67%的受訪者認為 公昂的住房成本是主要因素 另有49%的人提到了生活質量 37%的人認為稅收是原因之一 而無家可歸者和政治環境各佔28% 調查還發現 53%的租房者希望搬離灣區 有人口學專家指出 很多人選擇在灣區開市職業生涯 但在想要成家立業時選擇離開 此外高收入工作者 更傾向於遷到更遠的地方 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 加州居民遷出州外的首選地 是阿里桑那州和華盛頓州 天哪衛士記者編輯報導